《習授接賓人問題困擾,全中共元老受驚嚇》 正一無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北京的意圖 沈柏陽曹卿成被列台獨,李元華批中共恐嚇無用 七成老人修煉法輪功被中共非法判刑 南韓譴責北韓,損壞潮汗聯絡鐵路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紅潮秘密》 我是麗文,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三,下面是詳細內容 在今日新聞開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 70歲的香港劉先生服用了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意外收穫 劉先生因三高問題服用三高代謝寶 自從吃了三高代謝寶後,血糖一直保持在6至6.12之間 血糖不僅穩定了,還更令他吃驚的是成功減磅 聽一聽他怎麼說呢? 除了如果樣子是醜一點之外,是很精神,很散漫 功效沒得頂的,非常之美,真的沒得頂的 極得推薦給其他人 劉先生還說 從九個月前,警察所有的失業,任何人都不吃 是很精神的,那個效果非常之好 即是說都沒有人相信,這是自然之意的 再說一句話,我幫你賣廣告 我感覺上,那個灰甲已經漸漸退了灰色,開始還原 香港腳就肯定臭味都沒有了,真的 我沒有任何其他藥物來自治的 劉先生的身體有這麼多改善 正是因為三高代謝寶的獨家配方 以全方位的方式來調節和平衡人體各項機能 自然而然地修復自身的療癒能力 從而達到健康的身體 如果你正在尋找一種順天然的健康療法 三高代謝寶就是你最佳選擇 想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健康520網站 最近,中共內部不斷傳出 習近平權力不穩定的跡象 有分析認為,接班人之爭 會進一步引起中共內亂 過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 就此做出分析 王軍濤表示,李強或張又俠擔負一些重音 並不說明習權力被削弱 只要習近平把握人事權 官場的人就是讓他做事 習近平如果不喜歡做事的人 隨時可以換 現在能看到中共官員走馬燈式的在清洗 既然習能掌控局勢 中共就不會出現接班人 他們心裡邊有接班人也不敢安排 因為他知道一安排接班人 就會有大規模爭鬥 而且他要學毛澤東 毛澤東有個話說 接班人要在大風大浪中產生 他還需要一些大風大浪來考驗 誰對他更忠誠 誰能夠有能力解決他要解決的問題 雖然我們都知道他要解決的問題 他要做的事情是不可能造成的 但他不是這樣認為 所以對他來說 他心中還沒有接班人 另外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14號 也對看中國透露 中共黨魁習近平和溫家寶等人的關係 與外界的猜測不同 十一招待會元老傾巢出動 很多分析認為 這顯示習近平權力衰退 不過 袁紅冰引述中共內部消息說 習近平在十一前派蔡奇和李希上門 找溫家寶、李瑞華、曾慶紅談話 給溫看她夫人和兒子黑材料 給李瑞華看她弟弟在天津的黑材料 給曾慶紅看她弟弟曾慶懷在國內外的黑材料 其中還有來自中共駐外領事館提供的資料 蔡奇和李希警告溫家寶、李瑞華、曾慶紅 不要參與紅二代挑戰習的政治活動 還要和習一起度過難關 袁紅冰透露 習近平搞定經濟政治挑戰 主要目標之一是 在2027年對台開戰 維持中共加強和北韓、俄羅斯的結盟 正加快通過北韓向俄羅斯輸送軍火 中共還要為準備秘密進入俄羅斯作戰的 十萬北韓軍人提供基本軍事裝備 黃冰透說,之所以外界不斷傳出 習失去權力的消息 部分原因是中國政治經濟外交都陷入危機 第一個原因,他治國治得不好 要是在正常情況下,這個人早就被拿下來了 但問題共產黨專制獨裁體制 他治得再不好,他也不會被拿下來 第二個,就是習近平他不得人心 似他這樣不得人心 在民主國家、在其他國家 甚至威權國家也被換掉 但他現在這個共產黨專制極權國家 他掌握了所有這些權力 你就是拿不到他下來 這是中國的悲劇 不過習近平和中共正被自己挖掘墳墓 總體經濟學家吳嘉朗在新聞大破解中說 中共通過伊朗攻擊以色列 惹了不該惹的人 以色列和中共徹底翻臉 只要中共對台灣採取任何行動 首先要面對的就是 以色列現在最拿手的斬首行動 定點清除 中共國防部長黨軍 10月14日和俄羅斯國防部長 別洛烏索夫在北京會晤 專家認為 這是為中共黨魁習近平參加金川國家領導日峰會 下午將再次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做準備 發生社報導指出 俄羅斯國防部長表示 中俄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好關係 發揮著關鍵作用 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雖然中共宣稱中立 不對戰爭任何一方提供殺傷性武器 但中俄兩國關係日益緊密 中共和俄羅斯在戰前宣布 建立無限制夥伴關係 並自此開展一系列聯合軍事演習 上個月 俄羅斯和中國軍艦在日本海舉行聯合演習 10月初 中俄海警在北極海進行聯合巡航 這是兩國首度在北冰洋地區聯合行動 對於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北京、台灣淡江大學 外交學系副教授鄭一無表示 今天是10月15日 接下來了國際上最重點的大事 叫做金磚國家的元首峰會 所以預計大家都已經在準備了 接下來了在俄羅斯的喀山這個城市 習近平和普京將要親自會晤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別洛烏索夫親自到中國 我相信兩國在元首級峰會 合談之前 可能有一些所謂的共識 或是有一些爭議還要厘清 正一無指出 俄羅斯強調金磚國家自己開發結算支付系統 使用統一貨幣 接下來了的金磚峰會 因為俄羅斯是輪值主席國 其實在這一年的準備裡 俄羅斯已經非常強調是所謂的金磚國家 自己開發所謂結算支付系統 也就是說在被美國制裁的時候 在被踢出所謂Svavit這種銀行外匯體系統的時候 他們有自己結算系統 因為金磚國家包括很多大國 包括印度、中國 其實它佔全球 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將近 三分之一左右一個量 所以普京其實非常期望 但目前普京遇到一個天大問題 它在庫爾斯克地區 還有烏克蘭的軍隊在佔領俄羅斯的地區 鄭一無解釋說 如果俄羅斯作為輪值主席國 境內竟然有烏克蘭入侵的部隊 國家的威信將受到嚴重的影響 我想對於接下來 國際的協商和談判應該會有很大影響 因為這個代表著 也就是俄羅斯 你看這場戰爭裏面 能不能夠打贏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 在有關兩國元首級會談之前 別洛烏索夫 俄羅斯國防部長 這樣匆匆忙忙 跑去北京訪問 我相信他們之間應該有好迫切 需要得到共識 也就是說 在幕僚的一個協商裏面 他們要達成共識 我想別洛烏索夫的訪問北京 對於目前的戰況 以及在一個星期之後 也就是10月22至24日 在卡山舉行所謂金磚國家峰會裡 他們有需要達到共識的一個部分議題 10月14日 中共國台辦 將台灣的民進黨立委沈柏陽 晶圓代工廠聯華電子前董事長 曹興誠和黑熊學院列入所謂的 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台灣的陸委會回應說 這個只會令兩岸越走越遠 並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 中共當局從未治理管轄過台灣 也無權懲戒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 中共此舉只會適得其反 不利台海和平穩定 沈柏陽向媒體表示 國台辦此舉 和共軍軍演一樣 目的就是要給台灣一定程度的恐嚇 但是真正的挑釁是中共 按法新社報道 曹興誠在面書上 對北京的懲戒措施 立即作出了回應 指責中共無視主權在民的理念 他呼籲民眾不要附和北京 黑熊學院在2021年 由沈柏陽創立 2022年曹興誠宣布 捐助新台幣6億元 支持黑熊學院運作 黑熊學院的任務是 協助民眾 了解基本的防衛知識 基本防衛技能 能夠在戰爭來臨時 保衛自己及家人 並提升防衛信心 這事件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表示 我想其實就是起到一個威脅作用 實際上沒有任何作用 但是它有鼻有眼 那麼起碼它這裡裡頭 偷換了一個概念 就是台灣並不是屬於中共 而是一個獨立的民主自由國家 那麼今天 用中共自己所謂法律 來想約束台灣人的言行 這個實際上就是想達到一個民工的作用 但能不能夠達到 這個另外一回事 但是它是堅持用這種 嚇死難的手段去做去威脅 我覺得它其實就是起一個威脅作用 對那些不堅定者 可能就會起到作用 今年6月 中共政府發出22條 其中對犯分裂國家罪行者 法定最高可判死刑 對煽動分裂國家的首要分子 或者罪行重大者 可判處5年以上有其逃刑 目前 被中共列在所謂台獨清單的有數政策 由石坤、吳超市、蕭美琴、顧立豪、黃定宇等其他10日 今年9月 重慶市71歲 法輪功學員楊麗 河北70歲法輪功學員 武學長 因向民眾講述 法輪功真相 分別被判刑1年半和3年半 分次認為 中共不允許民眾有信仰自由 楊麗是退休工人 她於1996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深深受益 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後 她多次被非法拘禁 2013年11月13日 曾被非法判刑3年 2024年2月8日 再次被大興村派出所警察綁架 武學長 河北寒丹市 曲州縣 南里岳鎮 北馬甸村的法輪功學員 上年照顧生活不能夠治理的哥哥 2024年8月 她被非法判刑3年半 武學長被非法關押後 她生活不能夠治理的哥哥處境艱難 她家裡的地莊架都無人收割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指導原則的佛家聖命相受共法 包括五套共法動作 去病健身效果神奇 可快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1999年 中共因恐懼法輪功廣受歡迎 學員人數超過中共黨員 下令迫害修練人 25年來 難以計數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判刑 今年9月獲釋 至少18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離世 至少57名學員被冤判 因中共信息封鎖和迫害 這些數碼只是並散一覺 對於兩位70多歲老人被非法判刑的情況 原北京律師賴建平告訴大紀元 法輪功學員講真相 是行使公民的權利受中國憲法保護 中共的迫害是非法的 北韓15號中午左右 炸毀連接韓朝的鐵路在北韓境內的部分區間 南韓政府於此發表聲明嚴厲譴責 認為北韓的舉動極不正常 說服所有責任 中央社報導 連接朝韓的京儀線及東海線在軍事分界線的 以北的部分區間已被北韓炸毀 南韓軍方精密切監視並強化境界 南韓統一發表聲明說 京儀線、東海線鐵路和道路 象徵韓朝合作的產物 在北韓的請求下 透過借款方式興建 豪資達1億3290萬美元 北韓軍方9日透過官媒宣布 即日起將完全切斷朝韓之間的陸牢交通 以維持穩固防圍趨勢 韓朝近期緊張局勢勝運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14日招開最高國家安全會議 指揮一項立即軍事行動計劃 在此之前 北韓指控南韓當局派出一批無人機 空頭文宣品 警告如果再發現任何一架無人機 就將視為宣戰之舉 南韓也表示已做好 萬全準備 一旦遭受攻擊 就會立即反擊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贊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